我們看第三題 我們來求這個函數 在這個B區間裡面的最大值 那最大值的話 它可能存在端點 或者說不能微分的地方 或者是說微分等於0的地方 好,那我們現在給它微分 這個等於多少呢? 4x3加上12x平方 因式分解 x加上3 好,所以它這個 令它等於0 所以它極值的地方的話 可能是x等於0 這應該不會是極值 雙重根的話是停一下以後再上去 這個不會是極值 或者是說 x等於-3 或是x等於-2 或者是2 它偷把它帶進去 它比較一下看哪個最大 好,首先我們看這個 這個0就不用帶了 這個不會是極值 這個是停一下要再上去的 不然帶一下好了 F0 這等於1 帶F多少呢? 乎3 是多少 這個是等於乎26 這個是F 乎2 乎2的話 代音是多少呢? 16 乎2的四十方16 16減掉多少呢? 四八三十二 再加1 這是多少 這是32減17 5 乎15 乎15 再加2 F2 F2的話是等於16 再加4八三十二 再加1 這多少呢? 這是49 用加的 加的話是49 所以49最大 我們看這個對不對? 32減17 345 沒有錯 所以最大值是49 所以這個M 是等於49 最大值 所以這一題大家應該選D 所以這一題大家應該選D